是地方法院后高雄地检署18号公布了陈志忠住处人文首席大楼地下室停车场的监视画面 以及道路沿途监视器画面再次确认了陈志忠着急的事实 从检方公布的照片可以明显看到陈志忠穿着T恤牛仔裤走进人文首席的停车场 准备搭上他的银色临志休旅车时间是7月2号深夜11点04分 另外两张照片一张是轿车离开人文首席 另一张则是车子回到人文首席的车道上 时间则是7月3号凌晨0点49分 虽然前后两张照片只有陈志忠的临志休旅车 没办法看清楚车里的人是不是陈志忠 但检方认定连这三张照片可以说明一切 显示说陈志忠在7月2号的晚上 他有外出的这样一个情形 那当然这个画面的来源目前我们不便来透露 检方说他们交叉比对陈志忠黄瑞靖及赵济南的手机门号序号 都有重叠的地方认定赵济南就是陈志忠 黄瑞靖小姐她也曾经使用过其中的一支序号的手机 因此我们认为说陈志忠先生跟赵济的这一位男士 应该是同一人 邱一够陈志忠毁谤 检方虽然认为邱一说的属实 但认为陈志忠辩驳属于言论自由 因此不予起诉 请不吝点赵济南的词